我初出怀孕后的第二天 老公家的亲戚都来了 吃的好睡的好 这胎啊 才能养的好 谁谁 父皇几岁了 像起来花花已经十岁了 是你的小狗哥哥 你都怀孕了 别乱说话 这人和狗 怎么能重新到地呢 没事 没事 千千我走了哈 没事差来玩哈 你怀着孕了很多休息 我和妈去送去行了 我刚刚还给你偷偷订了奶茶 嗯 花花 花花 我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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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千岁你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我还给我 孩儿姐 你小时候喜欢狗 你就把花花狗他养吧 你以前喜欢狗就算了 你现在都怀孕了 你还养什么狗 妈 花花是十字老狗了 他小孩子养不了 嫂子 你先把你儿媳妇带回家 好好劝劝吧 我先开车走了 你们把小狗放下 这是我的狗 我后面没资格送给你们 余千岁你疯了 是你疯了吧 你是我老公 却把我的狗给别人 我在摆档查了 狗屎里鞋带 攻击虫会传染给孕妇的 我求求你快闭嘴吧 你现在嘴巴比狗屎还臭 你让 给我让开 欢欢 舍舍 你就把花花送给我嘛 宝贝 你乖啊 舍舍给你找别的小狗 你把这个狗还给我好不好 你干嘛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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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畜生你至于吗 又无人心 没事吧 我会不哭啊 我会不哭啊 别哭 我会不哭啊 谁也不敢欺负你 我会不哭啊 你去 啊 啊 啊 你赶紧下桌去跟池子道歉 余千岁 今天你在外面让我丢尽了脸 我以后还怎么和亲戚们来往 不用来往了 我先带花花去医院 然后回我自己家 明天一早 我们明日去离婚 孩子没有你啊 跟我先 我的一条狗 你要跟我离婚啊 从中学大学 到我们恋爱结婚 婚婚陪了我整整十年 我跟你认识也不过三年 你怎么敢把我的狗送人 就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吗 不至于吗 这不单单是一条狗的问题 刚刚我孤立无援的时候 你支持过我吗 站在我身边了吗 我不想吵架 我们呵呵气气把货离了吧 余千岁 今天你要敢跟我离婚 我就拿她开着一张狗 你放开 你放开 你放手 你放了 不放 爸 爸 你可算来了 快去见你女儿余千岁吧 你打她了 我这 我打你 我闺女 我都不想来打一下 你竟然敢对她动手 你没事 爸 我要离婚 孩子我不要了 你敢 离婚 注意你的态度 如果不是我女儿 你猜我这 连皮都不是 你一家人 这我闺女怀孕了 就欺负她 还想送出欢欢 我告诉你 欢欢她不是狗 是我们的家人 你是个人渣 不仅打老婆 还敢用刀砍狗 你这种变态 就不配有老婆 我闺女想离婚就离婚 想要孩子就要孩子 这些都给你没关系 我们走 怀孕生子 对女人来说 何尝不是一把张妖精 赵青春 为了有鬼蛇神 也能让你更加了解 无心 用战无尽 我这条件 咱俩结婚以后 就不用省本 婚房我有 你到时候 直接搬来和我家里人 一起住就行 小姑娘找老婆相亲 这也不过学生 你别看我 最好是一个男孩 人家是想首次都二十年了 爸 你就别再猜想我姐说的事了 青春 叔叔 你咋来了 是我叫你男朋友过来的 爷 爷 还爷啊 还找了一项的事 您再帮帮忙 不是我不帮忙 他如果十八十斤 这事还好说 可他 你让我咋弄了 哎爷 哎 有多过年你闺女回来了 回来了 抱着孩子回来的 哎 千岁啊 你可别太挑了 你看月月的孩子都两岁了 再过两年 你说大龄生女 可就更不好找了 哎 我现在忙 人家说的事事 你俩谈多久了 呃 也快两年了叔叔 两年了呀 千岁的丫头 我护了二十八年了 你得生两个孩子 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怎么 就这几个问题就难住你了 我平时教你的 你都忘了 于千岁 你不能没有原则 对方要求你婚后辞职 这不是好事 无论你以后 有没有孩子 你首先是你自己 其次才是妻子和妈妈 如果对方 要求你婚后和公婆住在一起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这是妈 我给你的方 你有条件俱全 可是实归事实 那民政局的标语不都说了吗 结婚不一定就幸福 这单身啊 也不一定就不幸福 这几年 我急着给她找对象 是因为千岁啊 从小性子就软 你们干嘛 这么多年 没少受欺负 但我闺女 心地散烈 从来不怪那些欺负她的人 不是我急着要把闺女甩卖出去 是我 时间可能不多了 不能当我闺女的考虾 所以 我希望你以后能成为她的考虾 才会见你 我闺女只能幸福 别的都不幸 那我给你担心忧虑 怕自己走后你不幸福的人 一直都是爸爸 来千岁 阿姨刚才晕倒了 医生说是地月堂 这么点事你就叫我过来 你还在这耗着干嘛呀 你公司下午不旅会吗 我这还约着闺女逛街呢 哎你自己收拾收拾发出院吧 哎千岁 千岁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还喝酒了 闺女喝杯水吧 不干嘛你别过去 哎你 哎 闺女吃点核桃 千岁你也太过分了 阿姨这好心给你剥了半天的核桃 我过分 我妈从小到大就是不教我 你皮肤真好 白白嫩嫩的 皮肤好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长得胖吗 长相和基因 都睡他爸那边了 长得丑 就这好皮肤 还不是我好吃好喝 给羊起来的 爸 老师让签字 哇 我给你考了第三名 这么简单的卷子才考第三名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从来都是第一名 怎么就随着你爸这个蠢货了呢 白嫌了我这么好的基因 闺女 要不要吃点我包的核桃 不然 你长大了像你爸一样喘 还以为你真能守住你的破公司 公司裁员还不是第一个把你裁掉了 没本事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 到头来 什么事还不是在靠我吗 我真是找了八辈子没嫁给你了 闺女啊 你长大了找对象 看一瞪大眼睛 别像我一样 鲜花插在牛份上 来快吃吧 妈赶紧把药吃了吧 闺女 你和陈凯也谈了八年了吧 咋还不结婚呢 是不是人家不想娶你啊 还是说你有啥问题啊 这快三十岁不结婚肯定是有什么毛病 我三十岁的时候你都上小学了 是不是你有啥病 别想跟我说 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你不知道吗 我就是怕变成和你一样的母亲 一样的妻子 天岁 阿姨身体不好 你别 身体不好 他身体各下指标都健快得很 你一直缠着我 不就是为了把我困在你身边吗 好让你永远嘲讽我 来显示你高贵 你显示爸爸 爸爸被你逼死后 你就找上了我 我用了三十多年才让自己相信 你从没爱过我 也不爱爸爸 不爱这个家 家对于别人来说 就是避风稿 但与我 就是修罗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